的确俄美关系现如今也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 虽然在6月份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举行了会谈 但是可以看出俄美关系之间的这些狭隙这些矛盾 不会轻易的因为一次会见而得以解决 相反这两国之间的矛盾猜忌还在不断的加深 这一次我们看舍曼与俄罗斯方面的人士副外长级的会谈 确实没有取得更大的成果 这是可以意料之中的 两国的元首会面都没能够产生积极的 更加积极的更加明朗的效果 那副外长级的这种挫山又能产生怎样积极的效能 所以从这点而言在会谈之前 两国也就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拜登这一次面对自己的情报团队讲的这番话 确实又一次伤害了俄罗斯的感情 面对情报机构讲话本身 就应当比较隐秘 与此同时面对情报机构讲话的时候 夸自己的团队 贬对方的团队 让俄罗斯听到确实心里五味杂陈 因为情报人士本来在友好交往的这种过程当中 就不应当摆到明面上来 与此同时以这样的口吻 以贬损一方的这种口吻来夸赞自己的团队 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所以俄罗斯做出了强硬的反驳 我想虽然这些话说上去听起来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无伤大雅 但与此同时 当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话语伤害两国关系的时候 就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更负面的这种影响 也会让俄美关系的转环变得更加遥遥无期